好的,各位在职朋友,因为在这几课当中呢,我们不断地在讨论情态动词,所以呢,在这一课的知识拓展部分当中呢,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关于can这个单词在口语当中如何使用,我们总共要学习四句话,现在我们先从第一句开始,一块读一下Can I help you? Can I help you? 这句话呢,作为未来,如果你要在国外生存的话,那么你就一定要记下来,因为如果你出了门,不论你到什么样的公共场所,你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,一定是这句话,它的字面意思呢,叫做我能帮你吗?Can I help you? Help意思就是帮助的意思,那么在不同的场所呢,可能翻译成不同的意思,举个例子,比如说你到了餐馆,这服务员走过来第一句问什么呢? Can I help you?意思是,您点点什么呢?或者说您几位啊,这些都可以翻译,再比如说你到了买衣服的地方,你走进去在那看,服务员马上走过来,Can I help you? 那就翻译成,您要点什么呢?您随便看看可以试穿,就这样的意思也都可以翻译,再比如说走到卖化妆品的地方,然后呢,你在那看,服务员马上走过来,Can I help you?您要点什么呢?要不要试装一下啊? 什么样的,就这样的意思吧,这句话都能够表达,所以这句话呢,你一定要听好了,一定要非常非常熟悉,再读一遍,Can I help you? Can I help you?好的,那么很多的中国人啊,听到这句话特别紧张,不知道该说什么,那么大家想想,如果你到了餐馆,服务员问你,Can I help you? 那你会怎么说呢?如果你还没有决定,你到底要点什么,你可以学习我们在书上刚学的那句话,叫什么呢?叫wait a second,或者wait a minute,稍等一下,我先看一看,什么就可以搞定了,wait a second,这是你第一句想到的话,好的,那如果你到了这个卖衣服的地方,卖衣服的服务员跟你说,Can I help you? 你怎么说呢?你可能只是看一看,是吧,不一定要买,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说,I just sing around,I'm just sing around,就是我只是随便看一看,OK,那到了买化妆品的地方,一般来说,各位女士的化妆品店不会白走,是吧,所以呢,她会问你,Can I help you?的时候呢,你可以直接告诉她,I want,或者Can I have,我能不能有一个什么东西,或者就,我想买什么,就直接告诉她, 当然,如果你不会说那些词,你可以直接说,I want this,或者Can I have this?都可以表达,OK,好了,这就是这句话非常的管用,非常的实用,好了,接下来第二句话,我们一块读下,can't wait,can't wait,这一句话当中呢,有个词叫做等待,wait,所以呢,它的字面意思叫做不能等待,那你想想哈,其实有些时候中英文有共同的地方,中文当中呢,是不能等,英文里面其实一样的意思, 只不过呢,把它变成肯定的,就是,我好期待呀,这个好期待呀,或者我真是等不及了,这种意思,就可以叫做Can't wait,OK,好的,接下来第三句话,这句话呢,叫I can't help,表面上的意思叫做,我不能够帮助, 但是实际上呢,此刻的help,它不是帮助的意思了,它能够翻译成的中文叫什么呢,叫做忍不住了,或者,就是,禁不住要干嘛,那么I can't help,意思就是,我忍不住怎么样,或者,我禁不住要干嘛,所以呢,口语里面说,我禁不住,没法弄了, 所以呢,这个,没辙了,实在是没办法了,无可奈何了,这种情况下,都可以用这个来表达,I can't help,OK,好了,那最后一句话,这句话呢,得从一个事说起, 原来呢,有个学生呢,呃,这个,她去美国念书了,然后有一次呢,我们在QQ上面碰到,然后她就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,她说,老师,今天一个美国女孩跟我说了一句话,叫做Can you give me a hand, please? 然后我说,你怎么说的?她说,No, I can't,我说,你为什么这么说呢?她说,我妈不希望我要找一个美国女朋友,所以我这么说了,我一听,明白了,原来她一厢情愿地,自作多情地认为,这个女孩跟她说, 你能不能把一只手给我,我们牵一下手吧,所以她就不同意,拒绝了,那么,实际上,这句话是不是,呃,你能不能把手给我呢? 它不是自免意思,它的意思是说呀,你能不能帮我一把,所以,a hand,我们口语里面呢,呃,跟中文是一样的,都能够表示帮一把,搭把手都可以说,OK,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,你能不能帮我一把,你能不能带一下手,这意思, Can you give me a hand, please,OK,所以呢,你看,这样的句子你要是不懂,就会出现这种自作多情啊,是不是,这种的例子,OK,好了, That's all for this part,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。